要不要麻煩你幫他叫他 李長拿著疫苗施打通知單 愛家愛戶發送 不過明明高雄市第一波87歲以上 短輩施打 17號才剛結束 而第二波82歲到86歲短輩 也接著施打 這位阿嬤剛滿86歲 聽到可以施打相當開心 但並不是所有人都有同樣想法 新冠會員的疫苗的那個通知單 我有一點會怕怕 不會啦 沒事 因為我心臟不好 他敢打 為什麼 從昨天開始就十幾個案例都猝死 通醫社區有五位長輩符合資格 但就有兩位不想施打 原來光第一波施打疫苗 各縣市就紛紛傳出有長輩死亡 也讓他們相當猶豫 說不要來找 我有問題要不要說不要 這樣 就是因為這個消息 對啊 立場證實17號的施打人數確實變少 但到底少了多少 根據高雄市政府統計 第一波87歲以上長輩 共有三萬一千多人 三天累積下來 大約有兩萬人施打 比例大約六成 全市第一波施打數據跟鳳山中校裡的比例相符 不過可以看到死亡個案一再出現 也讓人看到市府喊話 跟長輩的施打意願 似乎正在拉鋸 TVB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